除了西班牙以外 今年我国还与美国、澳大利亚、奥地利等国家 开启了新一轮的大熊猫国际保护合作 同时我国今年已经完成了 旅行大熊猫幼崽福宝等七只大熊猫的接返工作 那么前段时间 我们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神树平基地 举办了福宝与公众正式见面仪式 正式见面的仪式 那么按照中外大熊猫合作协议的规定 今年还将会有序安排 十多只合作到期的和幼崽到零的大熊猫 接返回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